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6月28日 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飲食業界預告7月1日後會加價 說加價是整個飲食業界普遍的狀況 因什麼解救 其實現在的情況 基層市民都不是很好景 那個消費券還要8月才派 百特通派2千元 這個時間飲食業界奏已經預告7月1日過後 就會有加價的情況 還要未知加價的情況會有加價的熱潮 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說說 另一邊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網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導 疫情反彈 成本繼續升 食肆預告7月1日過後加價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疫情持續加上俄烏戰爭味料 日本港食品商指受環球運輸成本上升影響 冬肉 雞蛋 罐頭 水果 到外賣的餐盒都先後加價 飲食業界首當其衝 有人就形容 這是十年以來最嚴重的食材大通脹 業界更指近日疫情反彈 令生意下調 加上電費和煤氣加價 令經營成本增加超過三成 多間食店預告7月1日過後加價 估計將會掀起新一波加價潮 另外有業界指暫時頂先不加價已經等於減價 見步行步地說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王家和指 業界普遍認為加價兩成才能彌補損失 有業界向他反映現在飲食業市道低迷 特別是今個月中 每日確診人數回升超過一千過後 市民立即減少外出晚線 即時打沉 上個月月中開始 佔有氣息的晚市時段 多間食店和茶餐廳指要加價救忙 他指有食店未定加價日期 擔心引來反效果 王家和指有業界指希望多守一會 但會在食材用料和份量之上遷就一下 例如用波士頓龍蝦代替貴價的澳洲龍蝦等 他指近日光顧連鎖咖啡店都發現雖然價錢不變 但外賣杯就窄了 即是份量少了 反映業界不敢改動價錢 怕加價客走顧客 旺角區一名茶餐廳東主阿Ken就說 近年備受街頭賀美 售價便宜一折的兩送飯店夾擊 決定7月1日開始加價一成 他就說我都不想加價賀回歸 但現在是生死存亡關頭 業主又不減租 我又不想裁員 只能加價增加收入 連鎖飲食集團金記餐飲集團主席徐文偉就說 現在飲食業經營空前困難 他以今個月中公佈業績的連鎖快餐店集團大家樂為例 大家樂去年收入雖然達到75億元 但順利只有2100萬元 如果不是獲得政府 因為疫情寬免和資助1億多的話 恐怕就已經到洩 他就說由去年年底到今 整體經營成本上漲超過三成 都還未計電費和煤氣費的加價 但他旗下的食店主打民生路線 暫未有加價日期 因為要顧及市民能力 加幅也介乎5%至10% 這個消息都蠻影響民生大眾方面 因為很少見飲食業界一致有一個日期 7月1日過後一起加價 加因運輸成本 煤氣費又貴 電費又貴 又不想裁員 結果就將那個壓力轉介給消費者 究竟這個飲食業界的加價值會否出現 就要問問各位消費者 特別留意 7月1日前後 和後的價錢是否真的有變 令邊商有些店舖寧願減少份量 即是喝杯咖啡小杯 喝兩口就沒有了 為甚麼呢 因為用這個方法來節省成本 不知道有沒有效價 不過既然礦仔說 若然香港政府不加碼的話 很難搞 因為現在的問題已經陸續反映實際的業務之上 老實說 香港政府 尤其是新一屆政府 應該要仿效澳門政府 澳門一見到疫情出現 預期會打沉經濟 立即推100億元來做紋身紓困措施 香港政府現在的消費券派都派到年底 即是嘔血 在這個時間 應該要加大力度做公共財政開支 加大派錢額 會人多派一期消費券 前後15000元 這個由年頭說到現在 沒有人說就是我們說 即是我們一定要說那個紋身 即是那個心性 各位網友怎樣看 贊不贊成加碼做紓困 劉哥賢繼續說說 另外和各位網友說過輕鬆一點的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昨天有抵港的客機無煙 李承澤就曾經呼籲 留意涉及飛機意外獲贊又中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香港快運一格由台灣台北抵港的客機 昨天報稱因為機艙冒煙 需要緊急降落香港赤立各機場 幸好涉事的客機已經安全著陸 無人受傷 原學家李承澤早前曾經提醒 需要留意和飛機等有關的意外 相關的言論再次引起網民關注 並帶爭它又中 李承澤早前接受星島日報的訪問時間表示 去年曾經就著本港的天災 作出不同的占卜 當時的掛帳是震為雷 並指超級跑車和飛機的引擎 就好像震掛的雷聲一樣響 因此仍然需要留意和飛機 航空和超級跑車相關的意外出現 至於高鐵因為所發出的聲量較低 相信影響性不大 在昨天香港快運有台灣抵港的客機機創無燕事件過後 有網民重提他的相關言論 並帶爭他又中 另外元朗雲樂街早前有中電電纜橋起火 導致元朗天水為屯門地區大停電 李承澤曾經在去年的苦年新潮運程書《漁虎添譯》 預測香港在2022年苦年會出現電力問題 其後有吳小朋友都讚他 敬過印度神徒感華 元學之說真是信不信由你 不過近期李承澤連開兩言 先說電力相關的意外 再到飛機相關的意外 網民即即清奇 不知各位網友又怎看不妨留個言說一說 另外亦跟進一下屯門海港酒家的情況 屯門海港酒家要暫停晚市 到下星期四 不過早市和茶市是繼續維持營業的 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報導的內文是屯門卓以廣場海港酒家群組 累計有47人染疫 衛生防護中心指酒家的換氣量和先鋒量都低於標準 可能因此造成傳播 酒家職員表示由於有顧客確診 會暫停晚市到下星期四 7月7日早市和茶市會維持營業 又指當局有派人檢查鮮風機 今天杜苗飲食專業學會主席徐文偉表示 夏天使用鮮風機或將室外空氣抽入餐廳 令食市溫度提高 不排除部分餐廳在客人要求之下關閉鮮風機 他指較大的食市部分位置有機會未達法例要求 每小時換氣六次 亦都可能影響餐廳的先鋒量 屯門海港酒家的感染群組繼續擴大 有機會正正餐廳酒樓本身的換氣量問題 導致大規模感染 這裏實在需要關注 因為你去餐廳吃東西無辜中招 你又不接近確診者 為何因為通風系統 有機會令病毒透過通風系統 又換氣不足 停留在空氣 你可以無故中招 屯門海港酒家暫停晚市 到下星期 希望不要出現相類似食市爆發群組 我是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